这里是丹寺城 一个以美食为荣的地方 此时此刻正在举办厨神争大赛 获胜者将成为城主的御佑厨师 今天参赛的有御厨之女蒙玉儿 和小满楼的孙主主 他们将是本次大赛夺冠的热门选手 你问我是谁 我是 我是麦小萌 一个美食达人 游戏修复师 这款沉浸式美食游戏 因Bug下架 而我的任务 就是化身游戏人物蒙瑾儿 进入游戏 体验它 修复它 大制作 这不是蒙家的二女儿吗 我的天啊 众所周知 咱们当死成 素来以美食为荣 你什么饭都不会做 就别来丢人现眼了嘛 不是啊 不会做饭就丢人现眼了 是的 什么破罪子 如此不可教掩 要不是为了修复Bug 让游戏正常运行 我才不来 蒙瑾儿 你连刀都不会拿 就别来这儿坏我好事 我告诉你 蒙瑾儿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你以为你来就能看见城主了 少动你那些歪心思 谁说我不会做菜的 作为当代优秀独立女青年 事业生活两手抓 我这厨艺国际大厨 都要甘拜下风 厨艺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这是我的嫂子 你拿来 这敬我用一下 怎么敬我用一下 怎么 你 你 你 一文 不出口 给你 他就拿出来 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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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 有葫芦蒙瑾儿 玩家麦小萌 恭喜你成功进入游戏 你的身份是厨艺极差的 蒙家次女蒙瑾儿 你将作为游戏玩家 修复程序中出现混乱的NPC 城主萧萍谷 也就是屏风后面的那种 你以为 什么东西 小萍谷啊 这么好笑的名字啊 那好吧 那你倒是告诉我 我要用什么方式 才能修复它呀 用任意方式 彻底消除游戏人物萍萍谷 凑乱代码消失 游戏就正常了 什么玩意儿 系统 系统 管它什么方式呢 先接近萧苹果 才是真的 来吧 孙主厨 孙主厨参赛菜品 香煎豆腐 蒙锦儿参赛菜品 牛排 请城主品尝 怎么会 等我成为冠军 我就可以接近城主了 我宣布 本届除神争霸赛的冠军是 蒙锦儿 小屁哥我来了 城主 您种的这边垂奇毒 实属罕见 微臣之前将您双腿内的血液抽干 并嫁以汤药辅佐 现血液已重新长出 城主一颗自由活动 但双腿还并未完全治愈 城主 仍需坐轮椅 敬养一些时日 这段时日 有劳已关了 不过治愈之事 还请医官保密 是 边垂奇毒 下毒之人难道是 城主 在您静养期间 为了安全起见 先暂注射别院吧 善好 作为丹死城的第一处 不过我的岩山坊一定很高大伤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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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前腹了吧 毛玉柱 老是 这 就是你们这儿的御膳房 嗯 嗯 挺好 可我带就啥 赶紧干正事 姑娘 那个 你去帮我找点玉米呗 好的 谢谢啊 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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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给我包毒药 看来你是想用这种方式消除Bug 毒药可以给你 但别见了它就不忍心 记住 它只是一串数字代码 知道了 知道了 快点 披霜一下 要到冰城 就这 任务完成了 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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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如此不守规矩 letzte 来 城主 这家族 太帅了 賣小萌 别犯滑吃了 赶紧完成任务 这么帅 人怎么不犯滑吃啊 再说了 玩游戏我还不能满足自己 那我还玩什么游戏嘛 你是何人 城主 我 奴婢 奴婢是来给您送高汤的 这可是上好的高汤 城主 要不您 浅尝一下 没事 还有 我 反正又不是真人带马而已 唐一和 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白白了你内 哪儿来的疯子 你 你 你下毒了 我下毒了 我成功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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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怎么可能 我竟然看着它被毒死的 但是你也喝了毒汤 你也死了 请明确认我 我 在修复bug的过程中 玩家血条和其他代码 都不能受到影响 那怎么办嘛 我要重启游戏 好 游戏进度和NPC互动记忆 全部清理 这系统 重启就重启了 还有船上到海里干什么 差点淹死我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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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姑娘 情急之举 姑娘莫管 现在什么时辰了 神使吧 神使 那神主大才结束了 正式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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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就找城主 反正输了就是重启嘛 不管了 姑娘 你这身衣服都湿了 不如烤火片头 把衣服晾干 不要了 谢谢啊 你吧 你就是以救人的NPC 我们有缘的以后 咱们还会再见的 拜拜 那个 城主在哪儿啊 谢谢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她 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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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她 你 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家伙 这地方也太难进了吧 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已经照你的意思 把蒙锦儿推下悬崖 亲眼看着的落水再也不会回来了 连同擂台赛前 让何主主摔倒 让孙主主着凉的影子 一块接了吧 是戏东看的 是蒙玉儿看的好事 我有事自会在找你 好你个蒙玉儿 亲妹妹你都害 等我修复bug 我第一个就来找你报仇 为什么不让我见成主 卖小毛 卖小毛 系统重启 游戏升级 现在城主的书房不允许外人进 用膳也要通过层层试毒 硬闯的后果系统该不负责 那我 行 既然硬闯不行 那我 不让我见 看我怎么修理你 城主在哪儿啊 谢谢啊 是他 不愧是伯伯处长 每一次都能这么与众不同呢 你好 你推好了 找我 我 你 十好 十坏 那我就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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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手 肯腐训练 立志立志 城主 王锦儿 你就知道你会在这儿 马上 城主其实你能见的 他们俩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干什么 我不走 我 我 妹妹不懂事 冲撞了承主 承主恕罪 迷你这就带她回家 好好教训 快跟我回去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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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爱断贯闲事是不是 闭嘴 不闭嘴 附货你对 害怕进不了你的身 承主 我要举报 之前蒙月儿出山大赛 所有的对手 都是她花钱买的 你 你胡说 我是不是胡说 咱们比一比不就知道了 反正呢 全城的人都知道 我没什么本事 姐姐 你该不会是连我 都比不过吧 不会吧 不会吧 比就比 这 承主 你有什么喜欢吃的 我都可以给你做 那就 这 billionaire hale inyl 做 Government 什么 проф 实就 老师 你很不 domin 去 你 怎样才能与众不同 引起城主的注意呢 烂泥扶不上墙 拼也想和我比 小苹果给的题目是鸡翅 红烧鸡翅 蒜香鸡翅 炸鸡翅 不行 都太一般了 想修复罢了 凭我的能力 刀剑刺杀 毕所谓 现在既然走上了做菜这条路 下毒 就是最便捷的方式 小苹果 小苹果 是个有脑子的代码 我得先让它信任我 肯放心 吃我做的东西 才能一击即揍 而让它信任的第一步 就是做一个 只有我会做的美食 对 让它再也忘不掉 大口告成 这个蒙锦儿突然出现 绝之反常 很是刻意 不能让它活胜 不过 我早有耳闻 蒙锦儿对厨艺一窍不通 即使是匿名比赛 也不可能选到它 这道菜不错 应当是蒙锦儿 传蒙锦儿获胜 蒙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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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送过去 我自己做的菜 我自己怎么不能送来 别别别 这还没验毒呢 宋厨 我这刚刚夺冠 我正要大展拳脚的时候 是 你觉得我可能会给城主下毒 是 是 而且你想啊 到时候呢 我就在旁边伺候着城主吃 他要出事了 我还能活啊 我就想让城主高兴 城主要是高兴了 那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 是不是 谢谢蒙锦儿 来 拿着吧松鼠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真的不合适 我快凉了 这这这 这也太不合适了 这个 等等 这是何物 这可不是毒药 这是个宝贝 我上次给你做可乐鸡翅的时候 就加了这个 他是 他是一个叫做 肖苏达的世外高人 送给我的 肖苏达 嗯 你尝给我看看 这个呢 这个鱼汤可厉害了 我炖了好久 好久 好久 特别香 你浅尝一下 我说你这人怎么疑心这么重啊 怕我下毒是吧 我喝给你看 没事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香啊 是不是特别香啊 你们这些古人肯定没看过缓缓转 用量虽少 也能让你这个bug一秒消失 你这鱼汤确实好喝 你这鱼汤确实好喝 这下算是彻底成功了吧 回家了 同主 你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给你了 对 通主 您终于醒了 我就知道您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你就那么想让我死 没有 绝对没有 那个下毒的蒙锦儿 我已经把它关入天牢了 下一步怎么处置 好喝你就多喝点啊 难道是蒙锦儿 可怎么会派他来啊 上次之后 您便练就了百毒不侵之体 多亏您身亡远虑 继续坐轮椅 迷惑对方 这个蒙锦儿 会下毒却不能全身而退 或许上次下毒的真的不是他 难道是 小苏打 好 我的人生就要彻底翻盘了 你发什么神经啊你 你都要被灭酒足了 你还笑得出来 蒙锦儿 没想到你胆子竟如此之大 干吗会成主啊你 我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过来的 喂 蒙锦儿 回去 修复游戏 先大吃一顿 我是去吃中餐呢 还是先去吃西餐呢 都喝得高了报酬 就能吃第一辆车 还能再给他卖一顿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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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我怎么还没退出游戏啊 西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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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许再过来了 还有你 跟我走 我 游戏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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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美食游戏吗 还是不该叫个恐怖游戏 还是恐怖游戏 不是偶尽 能够 你不要 还能再多 你我想想想想想想想啊 我玩 我说 啊 啊 你 你没消失啊 那么想让本城堵死了 毒药过期了 这回总算是彻底修好了吧 人呢 我 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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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刚睡醒 不是 这都消除两次了还没成功 这就是我说的bug bug 如你所见 一个顽强的bug很难修好的 修不好 对啊 这个bug存在很多问题 你得修复一百次 当初棋肠呢 加油 要一百个 我 怎么又不见了 这人又跑去哪儿了 你到底是谁 你 城主啊 就这儿 确会看你拿什么手 谁告诉你 本城主只有一个箭筒 这么重啊 还不老实交代 不能死啊 死了我就又要重启了 成主 成主 你腿好了呀 恭喜恭喜恭喜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那就更饶不得你了 成主 你怎么老喜欢用这种武器呢 多危险啊 这样咱俩做个交易怎么样 本城主凭什么要跟你交易 那你看我都知道你腿伤了是不是 那我就替你跑步 以后呢你想站就站 想做就做 快不快乐了 你只需要让我一条狗命 然后偶尔让我修一修你 也不多 就九十八次 不然我可不保证会说出去什么 此事你今日说出去 明日便人头落地 不是你这个代码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你 那换个思路 咱俩打个赌 你把我留在身边 然后呢 我肯定可以治愈你 怎么样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 我 治愈 若能在本城主眼皮子底下做成一次 就算你一样 你先回去吧 明早本城入香品尝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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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奖了 大概呢 是这么个大概 但是吧 没有灵魂 细节不够 美观不够 宏观是有了 但是俗话怎么说来着 细节决定成败 是不是 我呢 等一会儿出去 回来我就检查 不许摸鱼 是 他刚才说怎么办了吗 大概是 凭感觉 客官 您要点什么呀 老板 我听说 你们这儿 还有点别的生意啊 别的生意 毒药 客官 您真是说笑了 我们这是成医铺 只卖医生 哪有什么毒药啊 客官 真没有 客官 您这是在为难我呀 您这是在为难我呀 客官 您稍等了 客官 你这些毒药 专供江湖杀手组织 徐和朔 用好您再来 客官 客官 行嘞 你慢点啊 好 这么酷的马 还绑着脏辫呢 热热 走 等我有钱了 我也要搞一个 走 完了 完了 老闆 你只有解药没有啊 梅森 干嘛 干嘛 马 到底是谁要嫁害我的汗血猫吗 难道 一看就不好热的样子 我还是溜吧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添加了轰铃和丝绸 而且还引入了山泉水 这也许就是您说的 流魂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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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老实交代 我找到一个小孩子 早就带走 有些什么热静 就先来 你哈喽看看 坐 去吧 你很开心 我哈喽 你不想回事 城主 进来 城主 这个是我吃巨资打造的 取水流伤的第一杯水 喝了可以强身健体 美容养颜 要不要尝试一下 你喝吧 你不敢 怎么会不敢呢 我喝 哎呀 咋了 我我再去给您倒一点 从小你变爱于我五公七措 告诉过你多少回忧 我现在已是城主 不似少年 免不了被外人看到 以为你要是主 方才那位是 盟家的二女儿 她现在已是我的御主 她不是对厨艺 一窍不通吗 所以我也在想 这盟家到底在计划什么 不然为何要隐瞒她的真实厨艺水平 对了 你去查一查 肖苏达究竟是谁 谁 听说了吗 唐侍卫回来了 那可是我们单四城第一侍卫 有她在 连只苍蝇都不可能飞出去 真的 对啊 那我真的好想见见她 唐侍卫 我这大boss还没打完呢 怎么又来了个小boss 你你你你是那个司马 什 什么司马 我是你的 青梅竹马 这什么玩意儿 不是大哥你谁呀 你从哪进来的 你 不记得我了吗 我 应该记得你吗 这个 你最爱吃的糕点 这个 我们小时候一起捡到的石头 你送我的 不记得了吗 早知道进游戏前 看一眼人物介绍了 锦儿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之前你说想离开这里 去其他不以美食为荣的地方 我答应你 做完这次任务回来 就带你走的 跟我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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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 我好不容易修复了两次bug 我能跟你走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 萧苏达 你怎么也知道萧苏达呀 真是他 不是他 他到底是谁 他就不是个人 你让我冷静一下 你让我冷静一下 我知道了 你在试探我 在试探我 在试探我带你走的决心 我其实我是非常想跟你走的 但是吧 我现在情况特殊 我拖家带口的 我着实不方便 我那个爹爹 表里不一 倩倩也开 我那个姐姐 吃里爬外 蛇蟹心肠 你看你了解得很清楚嘛 所以呢 那越是这样的情况 我就越不能跟你走 咱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 这肩上 那得担起一些责任来 是不是 我得 给他们养老 好 有理 啊 终于说通了 啊 他拿白萝卜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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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你你到底想干嘛呀 啊 啊 啊 你爹你姐都来了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 我啊 你该不会是 没错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觉得我们名不正言不顺 不能被世人认可 你爹在这里 择日不如状日 咱们就在这里拜天地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那你到底怎么样才愿意跟我走 那你去读 原来把他当敌人 现在看来 他对我痴情的很 从他手里给过去的吃食 小苹果总该吃了吧 是这样的 我最近不是厨艺大长吗 我就很想让城主 吃一下我做的菜 但他就总不肯吃我做的菜 淘天哥哥 好 我帮你 我 bad 噢 宇宙 majority 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 要 我 又 我 为何我总会想起这个场景 莫非除了海边 我还在哪里见过它 城主 我要给你做了好吃的 这是何物 这个叫做红梅福卡莎 红梅福卡莎 试过毒了 谁啊 你干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菜的样式总是奇奇怪怪的 但味道嘛 还不错 唐天 你也来尝 承主 承主 你 什么啊 为什么 承主 承主呢 没事 要不你出去找找 锦儿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要做傻事 等我回来 好 哈喽 你醒来 是你说的 只要做成一次就算我赢 怎么样 来人 把蒙锦儿关入天狼 真香 好吃 二位大哥 东西抽 刺奶 何物啊 这个叫做小龙虾 小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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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啊 慢慢吃啊 二位大哥 谢谢 谢谢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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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 还有两个爪 还有两个爪 还整幼 好吃 哎呀 大烈火 他好像 听我说 别回头 上次他们一家 被关下来 刚放回去没几天 就当上一匹女厨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哦 关系啊 施驾 嗯 你不是确定吃食没有问题吗 你跟蒙锦儿到底什么关系 为何如此信任他 我 臣想着 从未有人让您如此信任 您清风的御厨 臣若是还是要试毒 不就是服了您的面子吗 就因为你 本城主输了一次 你先出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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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应该去争取 在这里自怨自艺有什么用 似乎我回来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变得不是你 是他 你应该带着他远走高飞 你会如此好心 是 蒙锦儿走了 我才能做主厨 才能做蒙家唯一的继承人 有我在 你休想打他主意 所以我求求你们 快走吧 你们去做那比翼双飞的鸟儿 我在丹四城 做我的第一厨神 不好吗 可是我还要保护城主的使命 如若真的爱他 就该带他走 想必他在牢中过得 并不好 倘若你仍放不下所谓的责任 与荣华富贵 那你也不配爱他 我是爱他 但人要是没了责任 还配爱人吗 我得再去看看他 这 好吃 好吃 可是不错啊 来 没了 真的 我得到 你 我得到 那我 可能 你 我得到 我得到 你 我得到 看到你 你 我得到 我得到 城主 月儿有事禀报 进来 城主 孟景儿她越狱了 越狱了 谁说我越狱了 我 你 小苹果 你我 你不是说做成一次就算我赢吗 你凭什么把我关入大牢 我只说算你赢 又没说下毒不需要代价 如今再加上一条 月狱之字 我 就妨你去御膳房洗碗 菜就不必做了 我月狱 那我不就是为了来找你理论吗 我 理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下 我还要给城主送饭呢 城主他呀 最喜欢吃我做的饭了 一天吃三顿都不够 还有午后茶点和夜宵呢 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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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甜 太腻了 都给我撤下去 还有夜宵和午后茶点呢 蒙月儿 你醒醒吧你 就你那破厨艺做白日梦的吧 蒙景儿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让自己的厨艺偷飞猛进 但你挨了我的事 早晚要付出代价 蒙景儿 你且给我走着瞧 我走着瞧 你先走着瞧吧你 干什么你 姐姐 你可小心点 别伤着你自己 手你 姐姐姐 你别跑 我跑跑跑她要跑 跑跑跑跑跑 不是离目标越来越远了吗 不行啊 我得想个办法 客官 这么快呀 要不够用啊 嗯 我是想知道 城主的腿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城主 这 我可真不知道 你这里不是知晓天下之事吗 嗯 是这么回事 这就说到当年呀 城主的腿是因为呀 哦 试证无味 谁让你进来的 你说你老坐着干嘛呀 你久坐容易得痔疮 我听外面人说啊 你最近胃口不太好 所以我就给你带了一盘 开胃小点心 不必 我不饿 你不饿 你不饿 你这饭菜一口都没动 怕我下毒水了 我吃给你看 我看你吃了 我就说我没做什么手脚吧 还不错吧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 我是有这样的事跟你说 何事啊 关于你的腿 我有办法帮你找到下毒之人 一直给我下毒的人 不就是你吗 我说的是把你毒得半死不活那次 我知道 萧苏党 什么跟什么呀 我的意思呢 是你我二人联合演戏 然后放出消息 说我可以治好你的腿 那到时候凶手肯定会找到我这里来 他不想你好 那肯定会 你 帮我 怎么样 干不干 客官 您这不行了 客官 您这个事情很麻烦 它很难办呀 那算了 客官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能办 能办 我保证 这个消息 不出一个时辰 定能传遍全城 三个时辰之内 一定会连边城和临城都人尽皆知 行吗 嗯 城主大人和蒙玉初十二个时辰都在想 别笑了 人都已经走了 走了 嗯 走了 嗯 现在呢 全城都在传 说我可以治好你的腿 所以 城主大人 你是不是应该赏眼 好好地吃一下我做的饭 办法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本城主不过是给你一个以身试毒的机会 那全是 前妻要好好讨好你 后面看我不找机会消灭你这个破队盲 谢谢你了 呗 啊 我 为了 ockey 照片 搞 马 兰 以前 似 是大夏天的 怎么会下雪呢 搞得气氛这么浓烈 我都有点 但凡遇到煽情段落 便会自动下雪 好吧 此时郊外见楼倩 请请请请请请请 城主 我爱吃 鱼上钩了 自食郊外见楼倩 很好 那你继续吧 继续 继续什么呀 我鱼都帮你钓上来了 你不会让我自己去吧 办法呢 是你自己想的 我若是帮你的话 怎么能体现你的本事呢 不是 你让我自己去 你开玩笑的吧 你怎么让我自己去啊 不然呢 行 我自己去就自己去 等到时候 我抓到了兴手 我看你这么穷 我看你这么穷 我去个小苹果 知不知道什么叫零香细雨啊 哎 是谁 把我约出来的呀 不是说用迷烟吗 你用锅 我乐意 管得着吗 快出城吧 再别回来 我看谁敢动他 哪来的毛贼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动手杀了他 不 不能杀 城主 您的腿痊愈了 城主 属下其实和蒙锦儿 从小一起长大 情笔金奸 汪丁成全 本城主不问过往 只问今夜 我的人 你们也敢动 如果我不及时出现的话 我的侍卫 是否要协同众臣一女 将我的御处 带走从此 杳无阴线啊 是唐侍卫爱而不得 明女座为姐姐 支援给妹妹求个姻缘 其余 明女受唐侍卫 其余一概不知 好一个一概不知 小苹果 你醒了 唐天 他们怎么都跪着呀 来人 把唐天和蒙锦儿 关入天牢 我们都被关了这么久了 怎么还不被放出去 唐侍卫 可以出去了 他为什么可以走啊 城主召见 你跟他青梅竹马 为何从未向我提及 我与他幼年相识 我们丹丝成以美食为荣 可锦儿 却对厨艺一窍不通 我若是向你提起 恐怕以后再也不能保护他了 我 唐天呢 你还需要唐天吗 不是有了更大的靠山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从小到大 家里就数你最不受待见 唐天带你是何其的好 天天变着法子给你送吃的喝的 还要带你走 你呢 当初要死要活的要离开这里 如今反而置唐天愚不顾 真是白眼啊 唐天去哪里了 过了今夜 还能不能活在世上 都不一定 城主 我与蒙锦儿的过往 就当是 年少懵懂罢了 为什么不敢见远 但作为兄弟 我想争一场 不用争了 我不喜欢你 唐侍卫 今天索性就把话讲清楚 青梅竹马不代表喜欢 我不喜欢你 我也不会跟你走的 你就别生气了 你就当他脑子一热 我这不是没走吗 此事往后不必再提 你先走吧 好 好 明明只是救了一串代码 为什么感觉像伤害了一个人 这不是我吗 这不是我吗 这么快就喝了 错过了一次修补漏洞的好机会 你怎么了 母后一直逼我娶妻 你还没娶妻呢 你这样子不应该啊 莫非你是 且不说这娶妻有多麻烦 但是说这祭祀仪式 跨伙盘吃和欢酒等等 便有得瘦了 和欢酒 现在修复不易 但要是和欢酒 老祖宗的规矩 他不得不喝呀 那个啊 我给你当夫人怎么样 蒙月儿 你可以出去了 可以走了 嗯 你走运了 城主大婚 大设天下 城主大婚 和谁大婚 当然是和蒙月儿 蒙锦儿 没想到这小苹果还真的答应了 不对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来接我呀 冯冯 城主说 走啊 走 走哪儿去啊 你们不是有那个什么祭祀仪式 还有八台大轿 轿子呢 您就是个厕夫人 别说八台大轿了 一台小轿都没有 厕夫人 你再说一遍 厕夫 这个小苹果 小苹果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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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夫人 我又不是夫人 我是厕夫人 您别心急嘛 等到入夜 城主自然会去灵性 心高 采烈地去找您 您这样不合规矩啊 我不管 我就是规矩 小苹果 你要是某些个厕夫人 我什么都没有 大混蛋 我毒死你 毒毒毒毒 毒死你 大佳男 还有你 你就这儿 黏着吧你 厕 厕夫人 你们 你 敢让我当厕夫人 我原本只想相安无事地 把你这bug给消除 现在嘛 我就让你 承煦失灵 灭了你这个渣代马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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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伤势如何 唐大人 蒙玉柱并未伤及要害 稍作休息便可痊愈 原来是唐天救了我的命 不就是个游戏吗 怎么痛感这么强烈 好痛啊 锦儿 你醒了 谢谢你救了我 其实 其实是城主救了您 你们先出去吧 是 是 还疼吗 疼 疼的话 是 就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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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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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你吗 不应该啊 如果小苹果真的是那个面具人的话 那面具应该就藏在这儿吧 山还没好就乱跑 在找什么呢 我找那个 这个吗 真的是你啊 你若喜欢 那就送给你到今天吧 oil 噢 啊 嗯 阿姨 耶 恋爱脑 你一个臭代码 你凭什么说我恋爱脑啊 你都多少天没继续修复bug了 快点找机会啊 不着急 我看你这就是恋爱脑上头 舍不得了 你要知道 这里是游戏世界 我 他们都是一串数字 不是真人 那可是 我之前明显都感觉到 我伤到唐天的心了 还有小冰果他 这里是游戏 但是 在这个世界里 他们不也都是游蟹有肉的人吗 再说了 我一个人孤身回去有什么意思啊 一大堆琐碎的事情 不就是能 获得一点报酬吗 那我在这儿我也不愁吃不愁穿的 不比外面的世界好吗 就当是一场梦 让我一会儿再醒 城主应该到了回寝宫休息的时间了 这次 我一定要把握住 这枚香薰球点燃后散发出来的催情香 威力无比 闻上一闻 便会让你霸持不住 但 若想要保持自身情形 便要配合这枚丹药 一同服下 配合这枚丹药 这次 我就不信你还能把握得住 这种了七窍流血的毒还能不死啊 催吐得及时 不过 你这七窍流血之毒 是打算给谁下的呀 我 怎么拷问都不说 你鬼点子多 有什么办法吗 你鬼点子多 怎么样 好喝吗 我告诉你 这个汤可厉害了 这里面的毒药 你喝下去 就会像有一百万只虫子 在你全身上到处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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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爬到你的胃里 顺着你的胃的继续啪啪啪啪啪啪啪 最后就是全身瘫痪 然后就只有脑子还在思考 喝下你 求求你吗 给我解药 想要解药啊 那你说出幕后知识者是谁 快说 快说 到底是谁 没 没 不是 我吓的是泄药 不是毒药 他怎么死了 吓死了 啊 啊 定是有人在饭菜里做了手脚 啊 没 没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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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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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啊 爷爷 姐姐 你真是好雅心啊 妹妹也在啊 这么精彩的时刻 怎么能没有我呢 你这是要教我做什么 康复训练吗 可惜我不需要了 我呢 现在要跟 城主回井宫休息 那 是啊 夫人 我们回去休息吧 是侧夫人 城主 以后再想玩异域风情 就会农府去 省得在这儿爱你 妹 谁 是谁下的毒 我也不知道 刚刚的味道不对 我怀疑我们中了 孟月儿的醉情药 你不是百毒不侵吗 这与毒药是两样东西 西童 解药 你确定需要解药吗 不要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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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Zither Harp 花雪洒在石斑街 你等我的眉间深刻我眷恋 是泪的长洁无人的桃源 何言听清风树也都总是我们笑颜 褪色花花间看见你的脸 你从用指尖拨动我琴弦 晴天去云诉说离别 我却怀念那时与你初见 看着之前前前一年要一年 顷刻之间星星亮亮在浮现 哪怕依然是过境迁 对你的想念从未曾搁浅 过一遍风吹一年又一年 恒惊无言守护回忆的诗篇 哪怕岁月不停跟横跌 对你的誓言也不停 我的天哪 麦小猫 你疯了吧你 你少管我你 我能不管你吗 你都和他那个那个 我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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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 你烦死我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刚才手抄筋了我然后 没大疼你吧 这姿势幸亏我要好 好疼 这是什么呀 送你的礼物 礼物啊 那个上次那幅画 撑住 我 何事 刺客的居所都搜了 什么都没有 继续挑 还有何事 刑海县县主突然来访 他怎么来了 好胡言 长者 西海县县主前来觐见 嗯 西海县县主称沐僧 拜见城主 听闻 城主腿上痊愈 特地带来留 西海县的特残 前年灵子 小苹果 这哪儿的口味啊 这位是 去 西海县县主女儿 陈夭夭 拜见城主 这位是 这位是本城主的侧夫人 也是御膳房的御厨 蒙警儿 哦 原来是 蒙御厨啊 蒙御厨啊 知道 知道 蒙御厨 蒙御厨 红门 瑶瑶妹妹 聽说瑶瑶妹妹 是西海县带来和亲的 那你自己是什么想法 我 我没什么想法 爹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杨阳妹妹 我告诉你啊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得抓住男人的胃 尤其是呀 我们城主 极爱厨一家的女孩子 日后你若嫁过来 可千万要当心的侧缝蒙锦儿 他 今日为何没有什么花样 城主 民女听闻 城主钟爱美食 所以做了这些菜来 退下吧 因此 为何 我没有人得翻拳 你们什么 什么 未经许 Safe 法 法 法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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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去 这个菜也就 一般般吧 那个 西海县本是西海城 是后来并给丹四城的 作为丹四城的边陲之地 需要安抚 嗯 看见了 安抚呗 那我明日便让他们回去 你可别 我 这 整了我跟个坏女人似的 我自己去跟她说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什么都听你爹的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啊 我问你啊 这女子和男子 有什么区别 这男子啊 哪核心 Techn活动 bisschen 多天浩 再巧 反洪 吓 się 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城主 你们这个厕福人 咋能这么给骄傲加摇摇啊 什么认识目标 什么幸福的 我跟你说啊 你的认识目标就是租赛 你的幸福就是嫁给城主啊 胡说八道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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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您这 这 这 咋交啊 我的妈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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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到底是谁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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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景儿 你又犯什么错了 我们都被关了这么多天了 我告诉你 别连累我和爹地 你来了 小苹果的什么情况 我又没有给他下毒 他干嘛把我们一家都关起来 先跟我走吧 师父 我承认 这刺客跟蒙景的书信来往确实很可疑 但是他就是个视力丫老头 整天就知道做菜 应该不能 谋反 吧 这也是禁忌日才查出来的 锦儿你先不必替他开拓 你跟蒙玉儿并不知情 视为无罪 我当然不知情了 不知情了 虽然他就是个NPC 但是好歹是主角他爹呀 而且你想啊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他总不会派人来刺杀自己女儿吧 很正常 正 正常吗 那你们亲情也太耽默了 你还记得刺客的遗言吗 嗯 陈县主一直喊你是梅玉主 之前他结巴间喊出了梅梅 而刺客当日喊的也是梅梅 倘若他是西海人 喊的是蒙呢 当年本城主收复西海城时 确实有些异心之人 如今想要蒙害丹四城主 也不无道理 梅 谁 西头 梅间真的模反了吗 你的目标是修复bug 不解决支线剧情 对目标也没有影响 谁说没有影响的 我现在跟小苹果谈恋爱呢 这隔着一层丑我还怎么谈恋爱啊 谁给你把任务改成谈恋爱了 我自己改的 不行啊 我得想个办法 画呢 一百两 一百两 那不是蒙金的画吗 一个反贼的画值不了一百两 交二两 二两 对 二两交二两呢 给钱 好 蒙月儿 你干什么呢你 你太过分了你 竟然敢偷卖爹的话 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了 没有你这么落井下石的吧 你编白家产干什么去啊 逃命啊 给我 你干什么呀给我 你 放手 我知道了 闻到什么了 香料的味道 没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 一个厨师 他就算是洗了澡 换了衣裳 但他的身上 都是会有很重的厨房的味道的 什么香料味啊 油烟味啊之类的 你看啊 说像我爹 他呢 他常年待在御膳房 身上不可能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些书信 他们说 是从我爹的义务里面找到的 那怎么可能一点味道都没有啊 除非 除非是被人临时放进去的 你爹是被人误信的 嗯 这样就说服你了 你不会是 早就知道了吧 你看这儿 嗯 虽然这书信中的字迹 与蒙金的很像 但模仿字迹 本身就不是多难的事情 看这两桌的落榜 这金字 还是有一丝一毫的差别 这还得多亏你爹 平日里时常会给我上书 这才能了解他的字迹 好那个烂苹果啊 你知道真相你也不告诉我 是吧 不过 这幕后这人究竟是谁 难道是肖苏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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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我去接我爹去了我 不跟我说 你 ��金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 这段时间 辛苦你了 这毕竟是关城主安危 也是因为锦儿吧 唐天 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之前 就跟他在哪里见过 总有一个画面 他得了厨神 拿着奖杯炫耀 那是我见过最明媚 最与众不同的效力 娶她做侧夫人 的确是为了堵住 犹犹中口 但见她受杀 我也是无比心痛 这也是从未有过的感觉 臣 明日护送臣家妇女 回西海县 下海县千里迢迢 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或许之前 真的是我打扰你了 不该把少时玩笑般的许诺当真 贪图太多 保重自己 好好爱撑住 我走了 我走 唐天 这个是给你买的 你路上带着吃 祝你 平安 上 或许这个世界的蒙姐儿 她是真的爱过你 这个你最爱吃的糕点 这个我们小时候捡到的一块石头 你送我的 你在干嘛 还不是怪你 你们这游戏设计者是谁啊 什么破游戏啊 让人游戏这么深 都是假的 你快点完成任务吧 去修复bug 你这样耽误时间 万一程序再次混乱 游戏就会彻底崩掉 你不光完成任务 还会痛失所爱 不如现在就斩断情缘 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 不香吗 香啊 收获口碑和报酬 为人生履历增光天采 但那是小苹果呀 那爱情和面包 真的只能选一个吗 你也太贪了吧 两个都想要 哪有这么好的事 不 要么 你做个选择题 请闭言 窝头还是馒头 馒头 豆花还是香菜 豆花 豌豆还是豆苗 豌豆 爱情还是面包 面包 你炸我呢你 你一直说吃的吃的吃的 那我当然选吃的了 承认吧 麦小萌 但凡是个当代独立女性 都会选择面包 爱情 爱情又不能当饭吃 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道理啊 那 我又不是蒙锦儿 我是麦小萌 那我一个母胎 solo 我来到这个游戏里 我还谈上恋爱了 而且日子过得这么舒坦 那我 怎么可能舍得走嘛 你再让我想想 他不是蒙锦儿 你不是蒙锦儿 你到底是谁 我 我不是蒙锦儿 我是谁啊 我这张脸你不认识了 别装了 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奇怪 你一个连菜刀都不会拿的人 突然就会做这么多菜 性格大变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我一定会告发你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个冒牌货 行啊 那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来跟你说说清楚 你这个爱事的NPC 我扔你够久了 想想你之前做的那些事 推我下悬崖 给我下毒药 落井下石 还有之前十几年的那一件一件 你要我全部都给你算清楚吗 或者这样 咱们俩呢 现在就去找程序 好好说说听词 走 放手 我都听到了 蒙玉儿欺瞒主上 并多次谋害玉楚 打入大牢 听后发落 你到底是谁 你带着目标 来到我的身边 时而下毒 时而讨人喜欢 很纠结 很别扭 外界的传言 我早已听说 除非有上天助力 否则一个平平无奇的蒙锦儿 是不会变成如今这般的 那 我实话实说 你只能实话实说 其实 我 我不是这儿的人 我说的这儿 是指这整个世界 我是外面世界的人 在那儿 我是个厨师 但是我是个特别倒霉的厨师 就像摔身附体一样 我干过的餐馆都接连倒闭 还碰到了一个特别 特别讨厌的老板诬陷我 所以我欠了很多的债 才不得不进入游戏 来到这个世界的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然后他们说 一定要修复你 才能让游戏正常运行 获得酬劳 我没有办法嘛 我是为了游戏 我才进入到这个里面的 你是目标嘛 我就不得不招惹你了 目标 所以对你而言 我就只是你的目标 不是 第一次下毒也是你的解错 你那次坐轮椅不是我干的 你在你的故事情节当中 有你自己的剧情线 你是一个假装中毒 想找出真凶的成主 你那个百毒不侵 就是你出霸击了 霸击 就是 就是你有问题 我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反正 你先回去吧 我要一个人想一想 好 但是你记住啊 我不是坏人 我真的不是 还有 我是真的喜欢你 外面的世界 你这么跟他说 很有可能就再也无法 修复bug了 我知道 但是他再怎么觉醒 也不可能走出这个游戏吧 这么多来修bug的人 各有各的招数 只有你 竟然爱上了bug 这个小苹果 这个小苹果 他不会是接受不了了吧 杰儿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 睡不着 就想过来看看你 我这有吃的 我还以为你坐下来 我还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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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个小苹果 我还以为你 吃这个小苹果 我还以为你 还以为你 您 真的 我还以为你 真的 锦儿 我在想 是不是等你任务完成了 就会回到你自己的世界 一个没有我的世界 到时我该如何寻找你 你会不会就此忘了我 又该拿什么证明 我们在这里爱过呢 可从来一次即使知道会分离 我还是会 毫无保留地爱上你 丸子 接着吃 接着喝 这个应该 我没放盐 没事 我有盐 你吃 我再给你帅 看上去 小酒量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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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后无事儿嘛 再说是你叫我喝酒的不是吗 毒液是我让你笑的 那喝多了之后 盐和毒不都长一个样子吗 我哪分得清啊 你这是不是 你怎么了 手指方力 你来帮我 手指方力 很准 这哪里准了 我 无妨 只要稍作调整即可 撑住 合适 有话就说 凶手还未抓到 依然存在隐患 之前的计划是否继续 不可 为什么不可 什么情况 还不是担心夫人您的安危 好离 我又不怕危险 干就完了 什么计划说来听听 过几日是城主的寿臣 城主本打算 你哪那么多废话 出去 寿臣 几岁寿臣啊 该婚配的年岁 你都有侧夫人了 你还婚配 娶个正夫人吧 不行 不准你娶正夫人 那 你来做我的正夫人 如何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婉 老实交代 留你全是 那交不交代有狭区别啊 我不过是肚子饿了 出来找些吃的罢了 你饿了你带什么毒药啊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毒药了 我 我 我不知道 可能是其他人放在我衣兜里的 你这个理由呢 我八百年前就用过了 你换一个吧你 人赃病祸还想抵赖 下毒之罪无论如何都是死 就看你想怎么死 是老实交代不带着遗憾死去 还是就这样什么都不说 若是这样死了 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我是西海难民 西海难民 说下去 身为西海人 怎能不恨你萧婷谷 当年西海爆发天灾 我们一家人 只不过是西海的普通百姓 却一夜之间 家破人亡 后来西海的百姓 都受天灾所害 就连成属一家一夜 西海生灵涂炭 而你表面人影 背地里坐进苟且之事 趁西海危难之事 待人屠城 带走了所有的百姓 害得我们西海彻底破亡 你怎么还做过这动事情啊 谁告诉你本城主 是去屠城的 你的人冲进城中 不是屠城又是什么 西海城天灾愈发严重 控制不当 就连城主一家 也未能幸免 如今官员逃离 难民失所 百姓苦不堪言 遍地尸骨 圣灵涂炭啊 西海城与我们一向交好 如今幸存之人还有多少 情圣少数年轻人 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活活等死 你带人去把他们都带出来 不要带回丹思城 在距离西海城不远的地方 建立新的城邦西海县吧 如此 总比整座城都负灭墙 是 是 怎会 怎会如此 这么帅的吗 你看看你 救命恩人 你当成仇人 我看你是变着发的想杀人 给城主下毒的人 是我 只不过没有成功 之后再想下毒 便是难让加难 后来得知蒙玉楚 可以治好城主的病 我就便伙同刺客 带她入宫 给她提供方位 让她先解决了蒙玉楚 可她自己又被抓了 我 我当时特别害怕 只好伪造了文书 嫁祸给本兄 已经全是滔天的盟禁 结果 又被蒙玉楚给破坏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得出此下策 在饭菜里下毒 不是 你 你简直是坏事做尽呢你 竟然都已经被你们发现了 谁之子 我 还好你手快 你说你这些事情 你开个新闻发布会多好 要让这些人来误会你 你图什么呢 新闻发布会 何为新闻发布会 就 就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呢 你死了 然后全城的人都为你默哀 说你驾崩了之类的 我死了 嗯 你就这么想让我死啊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 哎呀 他 他怎么办 想必也是受人指使 饶他一命吧 今夜之事 断不可向他人提及 春日油画佛卡莎 红丝绒蛋糕 黑森林 还有这个 这又是何物啊 这个呢叫做生日蛋糕 在我的世界啊 只有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才会吃这个 生日 就是你们所说的寿辰 我为了给你做这个蛋糕 我手打奶油 打得我手都抽筋了 辛苦了 夫人 不辛苦 相公 你说 要大半 把大家都叫过来 结果你又不出去喝 他们现在肯定都等着你呢 那就请让他们等着呗 要不我出去打一圈 打一圈 啊 夫人还会舞 不是 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 是玩一个那个 你还记得吗 小 小冰果 小冰果你怎么了 小冰果 我没下毒啊 人哪 别动 宋楚 回来了 无人发现吧 连夜进场 无人发现 下毒之人 下毒之人阿婉已经引出 但我总想着他一个小小的侍女 无法完成这些事情 背后定有更毒的人 阿婉下毒失败之事 只有锦儿与我知晓 对方定是想要在寿眼上 将其一网打尽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将毒药换成蒙汉药 解释 谁没有倒下 谁就是阿婉的同党 唐天 对方有多少人尚未可知 到时候可能会有危险 你把锦儿送到安全的地方 护他周全 我这是在牢房 夫人 您醒了 什么情况啊这是 小冰果 我认罪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干的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小苹果 你杀了我 带下去 是 走 小苹果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呀小苹果 每一个一上来就认罪 那城主觉得 真假 以他的能力 确实比阿婉更有可能实施这个计划 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宋楚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单肆成人 如果他是真正的凶手 那早就该在我与锦儿联合制腿时 就该对锦儿下手 如果没有把锦儿当成眼中钉 那他的目标有偏差呀 城主 陈瑶瑶郡主在西海县调查的结果 传回来了 不对 一定还落下了是吗 当日我的寿烟整个主城都在吃御膳房做的吃食 除了宋楚 还有谁醒着 没有了 锦儿现在在哪儿 天牢 不错 不对 还有个人醒着 不好 城主你看 蒙瑶儿 城主啊 城主 蒙瑶儿在天牢 劫持了夫人 走 原来是你 是 没想到 是 主人 计划出办 送出备装 没用的东西 是啊 谁会怀疑到蒙家的大女儿呢 我就知道宋楚那个蠢货会把我抱你 既然藏不住了 那倒不如破釜沉舟 毕竟 我发现了你真正的软肋是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给他为了毒药 无论我今日成功与否 只要我死呢 那他也别想活 你敢害他 想救他 那就拿自己的命换 小鸟 别只顾着神经 你要是不想救他 我现在就杀他 不要杀他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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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城终会如你所愿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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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就知道你不会死 锦儿 锦儿 城主 蒙玉要醒了 人前 西海城城主的女儿 年方十九 爹娘死于天灾 当年你也受西海城的天灾所害 颠沛流离 四处乞讨 才捡回一条命 来到丹寺城 化身有做饭天赋的农家女 得知蒙京的女儿蒙锦儿 对厨艺一窍不通 利用她的心理 设计任蒙京做干爹 接近城主 图谋不轨 刺客 阿婉宋厨 都是你收买的人 没错 都是我 这个误会本王到底还要讲几遍 你自己看 当年的事情 这上面记录得清清楚楚 还要你爹娘的亲笔信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从想到的 为报仇我付出了这么多 一天都活在仇恨里 你跟我说 这只是误会 我不相信 你是骗我的 你就是凶手 是屠夫 是舍不舍的罪人 我要为西海长百千子民报仇 去死吧你 解药 没有 去死吧 你让我再说第二遍解药 没有 冰城主 那毒根本就没有解药啊 您的御医都已经说了 没有办法 您为难小人这是 你们治毒卖毒 知天下事 定能治晓解毒的方法 说 解药 解药我是真的没有啊 没解药就给本城主做出解药 城主 方法我倒是有那么一个 我们没有解药的根本是 我们不知道盟语出 中毒的原因是什么呀 倘若我们知道 再从 中毒毒素中呢 分辨出哪一种 我们自然就有办法 对症下药啊 本城主 本城主该如何做 尸毒 我们需要有人一样一样的去尸毒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 蒙玉厨到底中的是什么毒素啊 可这尸毒 咱们都是肉体繁胎 城主 您不会想让小民来尸毒吧 简儿 你所谓的bug究竟是何物 到底该如何修复 我说出来你别怪我 就是 你的百毒不侵 对我们那个世界的人来说 就像完成到杀不死的病毒 你的一百条命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百个漏洞 而你失去一条命 就是修复一次爸爸 一百次修复完成 我就要离开了 尸毒是在救他的命 也是在完成自我修复 无论哪种行事 都能把他平安无恙 城主 再这样施下去 也不是办法 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 哪怕会要了我的命 哪怕会要了我的 小苏打 消苏打 原来是你害我吃醋那么久 怎么了 锦儿 我们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虽然出神大赛的冠军是蒙玉儿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是你 你拿着奖杯笑得很高兴 但是 这应该是第一次的记忆啊 你的记忆应该被删除了吧 不应该记得 第一次 嗯 或许 有些记忆是删除不掉的 或许这就是你说的bug吧 这个才不是什么bug 这个 是只有你我拥有的一段记忆 当时你坐在那个屏风后面 我就拿着这个 就像拿着那个奖杯 像不像 这只是你的故事 你一走这里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他们还是会变成普通的NPC 等待下一个修复者的出现 你闭嘴啊 这些都是我真实经历过的 记忆是不会消散的 哪怕被当作一场梦也行 你真的不考虑修复他了 反正你一死游戏就结束了 我现在根本做不到伤害他 想一想现实世界 你将成为唯一一个 让游戏正常运行的人 无所谓了 好吧 也不知道图什么 白陪你玩这一遭 你不知道我图什么 我自己知道 我在这儿 收获了友情 帮助一些人找到了自我 我还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要是在现代世界 我根本不可能做个一技厨师 但是在这儿 我可是一品欲出 这些也都不算什么吧 你是代码 你当然不懂得人类的情感 这些都是比现实名利更加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我舍不得他 我舍不得小苹果 我可能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像这样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他 我舍不得他 再提醒一次 只要修复萧平谷的一百个漏洞 你就能完成任务了 我说了 我说了 我不会再继续任务了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更重要 而且与其我这样抛弃他走掉 那我还不如 你在谁身旁 又剩下所有的时间 这一句点来 我要好好地陪着他 风辗转 风辗转 辗转过汪川 一阑山 一南端 一边一两宽 都平栏 烟族难 那你怎么还不还 姐儿 天有寒 水有寒 灵寒漫长安 若无你陪我看 人血落停满 无人唤 无人盼命 定也无人管 我们成婚吧 成一次真正的大婚 大婚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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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